毛小孩 比男人更重要 有沒有考慮一下 我們兩個的男生 你們兩個已婚了 沒有跟你們兩個 以前早期的時候 我鮮食都是自己做 我也很少自己做飯 給自己吃或給男朋友吃 那有一任男友就跟我講說 寶貝你為什麼 就是你都不做飯給我們自己吃 可是你可以為了 就是為了Gigi Mina 然後可以站在廚房 24個小時站到自己腳底發炎 這樣子你都沒有怨恨 我說 他說到底是小孩重要還是我重要 我說你何必自取其辱 你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自取其辱 你還看不出來嗎 為什麼要問這個笨的問題 因為我就曾經為了毛咪 然後跟一個男友分手 就是我覺得他不夠愛我的毛咪 對我覺得這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真的很愛我 你會連我所愛的東西一起愛 可是就是從一些生活的小細節 我覺得這個男生不值得託付 那如果他很怕貓或狗呢 很怕我覺得我不會強迫他 但是那個通常也不會是跟我們在一起 對啊因為我們生活出來 貓貓 對啊他應該不會想考慮 不是我們不考慮 是他們不會考慮要跟我們在一起 可是如果是一開始是很OK 但是後期慢慢發現這個人 對貓咪不是很好 我就會離開這個人 因為就是男友可以再找 一定會有 可是小孩沒有辦法再找 沒有人可以取代他 男人很多毛小孩就只有這一個 對 可是你覺得這個毛小孩帶給你的滿足 超越愛情嗎 也不是說超越愛情 這是不一樣 因為就是沒有人可以取代他們 那其實感情時有時沒有 或者是它是讓自己生活變更好的一個加持 可是小孩就是你生活的必須 嗯 哇佳佳你一直點頭 我覺得真的 回家就是 他會每天在家裡 你知道他就是會在那邊等你 你會感覺到那個很暖性 可是男朋友不一定 有時候他沒有辦法給你的一些東西 就必須要 就是會要需要透過他們 然後來給我們不一樣的溫暖 對 然後你知道一整天工作回家 你看到他就是眼睛睜很大看著你 然後就是淚亡亡就覺得 你交的男朋友沒有給你這些溫暖 我覺得不太一樣 沒有就不太一樣 因為你跟人相處你會有一些衝突 可是你跟那些毛小孩不會 對 兩位男生能不能介紹一下 你們是代表 我可以說 因為我們家養三隻貓 然後我們家太太回到家 就哎呀怎麼樣Roking啊 什麼什麼 會問他好不好啊今天怎麼樣 但他懶得跟你講話 我回到家 然後他就說我來囉 就這樣 對 其實這個男生會受傷耶 對不對 我們家三隻貓 那我們家四隻狗 你家四隻狗啊 三個兒子小犬嘛 還有一隻狗啦 就是說像我的手機的 這個就是西施狗 對 那我覺得 就是家裡有小孩的話 養貓跟狗我覺得其實很好 因為小孩跟寵物就是很搭 一起陪伴跟成長 對 其實美國有做個研究 就是他們找了七百多個 一歲到三歲的小孩 在他們面前 像這樣抓粥一樣 放很多玩具 然後放一些寵物貓啊狗啊 然後讓小 然後他們去計算 小孩玩這個 碰這個玩具的時間是多少 碰貓狗的時間是多少 結果貓狗大勝 對啊 小孩天生就是喜歡貓狗 所以如果說不養 我覺得某一個程度是 剝奪他們這部分的天性 對 像我們家是有養那個狗啊 有養魚 然後最近有人要送我們刺蝟 我就很遲疑 因為我查了一下刺蝟的平均壽命 大概就四五歲 對 所以我覺得壽命太短了 好像過不久就好不容易愛牠了 然後又要承受牠離去 就是最怕分離的時候 對 但是我們家 牠從我小時候 從小到大就養了十隻狗 我們家時候養過狗 第一隻狗也不是買的 但是來源有點好笑 就是有人欠我爸錢 牠還沒去 來比賽 比賽 對 牠有這一種 牠那時候養沙皮狗 所以我的第一隻狗就是沙皮狗 真的 對 很可愛 所以就喜歡狗 後來就陸陸續續 養了很多品種什麼 那個 約克夏 然後喜樂地 很多狗 然後現在最後兩隻就是西施 西施